大家好,我是耐策 今天是光輝系列的最後一集 我會為空軍部的最新作品 光輝魔女做個完整的感想 講述哪裡好,哪裡不好 先來個大總結 10分滿分,我會鬼之國翻6分 與此對照的是 通往柏林之路7.5分 五位魔女5分 上一段中章全三化8.5分 可以看出我對這個翻的評價尚可 但明顯不是最好 接下來是點名時間 我們從第一話開始說起 詳細傳統第一話都會安排幾分鐘來介紹背景 不過這次破例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番特別需要背景介紹 遊戲裡走的是普遍集以及音樂 新人們不懂登科爾克、高爐等等 先播個兩分鐘的前導 然後直接進坐火車 乾淨俐落又不會讓我不懂 你看 第三季不就是這樣做的 不過總話就第一話 吸引力還是不錯的 畢竟有奇異恩典 這個家傳物小的工程嘛 省事的力量是強大的 而且金儀的耳機傳導針 就真的很像音樂人好嗎 快轉到第四話 第四話是光輝第一個3D畫面 伯仁葵這個3D 火候未足 雖然比無謂的遠鏡3D拉崩掉的好 不過相比RTB以及第九到第十二話 可能因為加了黃蜂的日鏡 整體來說有點塑膠的感覺 對呀第五到第六話是CP葵 也就是日常啦 分別是曹 謝爾威 以及瑪娜 瑪蒂亞 算是詳細系列最吸引人的地方 不過 這是我評分最低的話數 為什麼呢 離題的 我希望看到的是CP人 先來個雙人表演 然後其他全體加入 不過本劇選擇把重點的音樂 以BGM的形式播放 這就好像今天的校戰 把各校對戰過場以外的東西都改成日常 這個比意你懂嗎 有魔女 但你的光輝呢 第六話是經典的空中告白鬼 而這個空中告白 來得超級唐突 當然我覺得瑪娜與瑪莉亞是一定有 鏡頭沒拍到的交情 不過你要猜原創番的劇情 會證明 她的說明 嚴重不足 要知道的是 Ala以及桑雅 已經是CP多年了 2G6話的神鬼 是加強此CP的相關度的 而3G6話之前 巴羅洪露以及哈特曼 已經相處多年了 空中告白 是幫這個王牌組的傳說CP背書 所以 空中告白 也要有一定程度的關係才能出發 我覺得 把後來雙馬組放散的畫面 翻到前面白伏筆會更好 可惜了這個詳細傳統 還有 看先行動畫以及1D出現 瑪娜的故鄉留在藍 當初我會認為第6話的背景會在哪裡 不過最後卻在希臘 雙方都在課程玩CP回 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第7話找了北歐主的舊強 不過這話我倒是覺得 不是北歐主 也是神鬼 對一個新人來說 北歐主是誰 我不知道 不過這話你可以看到 依靠著魔女的獨有力量 突破了地獄限制 把英銳傳至千里之外 完全符合光輝們的初衷 將英銳傳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連結因為戰爭而離別的人們 這話本身 只是把伏筆造影而已 沒想到是超銳 因此這話 我評分最高 達到8分 而第8話我覺得作者劇本應該是斜順的 這話我也覺得不錯 特別是讓金黎生油彈日本針 來做回這話的主題曲 對茶飯生啊 老粉啊 性粉來說 都是新鮮 而不離地的 是自己的傳統音樂嗎 還是生油彈的 還有 如果你是Shop粉的話 你可以在這話看到很多Shop的獨有畫風 第9話是半個個人回 這話3D再次登場 而相比第4話的3D好了不少 可是Ela還是很違和 而終於在第9話的時候 首次違反軍方要求 自己把表演帶到市井小名上 而不意外的是第4話送的刀 正當我以為光輝劇情會 越來越好洋蔥越來越多的時候 在砍了11話3分之4的設計後 金黎突然歸隊了 會有這種感覺 回撒咬被窩 因為金黎是覺得心要離開的 想180度回頭可能需要整齊的時間 我覺得 若是外來衝擊的話 應該會更好 要知道的是 這個套路已經被他們玩了15年 玩到爐果存青了 幸好第12話 情勢流轉了回來 編織知道不能讓當時的科技水平 約束演出的規模 所以再次借助我女們的力量 從1944年跳掉2022年 AKA 虛擬演唱會 對一個老粉來說 說話不打仗也記得很神奇 好嗎 當初我還以為是光輝遭到異形軍的攻擊 Moffi知道主人柔勢之後 跨身為流星 砸到精靈那邊開大招 異形就被506或者其他魔女一定懂了 鬼角 而詳細系列是第一次 不用戰鬥就能夠拉高巨型張力 還是蠻新鮮的 導演說 第11話反映了各角色的存長 我倒是覺得 第12話才是 因為第3話展示了光輝這9個月以來的心路歷程 他們把聲音傳到多少人的耳朵 向詩人證明 無戰鬥的廢材魔女的功力 因此這話的分數也能給得很高 那你可能說了 有問題就三話而已 其他的評價都不錯啊 那為什麼分數可以給那麼低呢 因為有兩個整體問題 首先是大家都同意的 滿足感不夠 因為有話的表演次數才三次而已 而我希望的是你天天都開演唱會或至少唱個歌啊 就像前作 雄如502也天天打仗啊 不過以音瑞跟偶像主軸的光輝就很少 我知道是受到經費不足所影響 而以花錢在刀口上的解決方法也不錯 不過還是覺得多點會更好啊 其次 音瑞的運用也有問題 這番有11首插曲 2首頭尾 以及7首獨立歌曲 共20首的豪華組合 以一部音瑞番來說是物超所值 但就像我剛才所說 他們不少是以BGM的形式出現的 這明顯浪費那麼多好聽的音樂啊 嚴格上來說 門番只有7首歌 其他的不是BGM只是壓根缺席了 而7首 就不夠了 這就好像你耗盛有20萬陸軍 扣掉留守以及後勤之後 進攻兵力只剩7萬 從超別人1倍 變成少別人30% 要不然你純多點兵 要不然ALL IN 不要打到哪 抖音用到哪 光輝也一樣 要不然你多點插曲 要不然你全部唱出來 你歌比孔明多也沒有用 經過多重的加減分 最終得出一個6分 總結一下 光輝莫履是不好動漫 作為15年的IP 也對新人友善 那是不是神作 不是 是不是分錯 也不是 都是 好 而已 今天不建議到這看 當然建議啦 這種飯是 鹹巫古人 後也大概不會有來者了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歡迎點贊 留言 訂閱 我是點 拜拜